奥峰 作者 峰行列 我是莫林 精彩马上开始 第253集 几人当即停了下来 那蓝某男子上前温和地问道 圣城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那个恶魔又是什么 还不都是那个被神君大人带回来的秦傲峰 祭司长恨恨说道 具体的事情 我一个小小的祭司长也不太清楚 只是听说 君洛宇阁下竟然叛神 放那恶魔秦傲峰逃出了囚龙 召唤了一头更为可怕的妖怪 把我们的圣城搞成了这个模样 那个该死的混蛋 竟敢如此挑衅神的威严 千百年来还从未有过呢 我们光芒幻殿 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即便是云中城 也要看一点信仰的面子 毕竟被万千狂热的教众 冠上恶魔的称号 竭力诅咒 那感觉尾时不太好 胆大到 把圣城一把火烧了 怎能不让这些信徒愤怒 蓝谋男子的目光微闪 惊一道 不会放过他 这里可是光芒幻殿总部 那么多高手在其中 他竟然没有死 祭司长脸上出现一抹尴尬之色 颓然地叹了口气 点点头道 唉 是的大人 秦奥峰召唤出的那头怪物 实在太强大了 他让我们所有的患兽 包括林兵大人的神洁患兽在内 都失去了战斗能力 竟连裁决之杖也打不死他 不久之前 他们就已经逃走了 这样啊 听到祭司长这么说 蓝谋男子和他身后的一群人眼里 都出现了略略放松之色 不过神君大人已经下令通缉他们了 每人悬赏师弟华尔斯 就不信他们还能逃跑到哪里去 对了 大人们的实力应该也不弱吧 要不要也去试试 祭司长看着这几名 明显是天街高手的人建议道 两人二师弟华尔斯 这可是中宝呢 若不是我实力不够 现在我也一定去寻找他们了 二师弟华尔斯 好恐怖地悬赏树木 蓝谋男子南南道 身后那几名黑衣人眼里 再次出现了凝重之色 他没有再和祭司长聊下去 干脆地拒绝之后 便远远拒到一个角落里 这一群人不是别人 正是在奥峰被抓走之后 焦急万分的兰修等人 秦奥天 雷玉峰 西云 月冰炎 在奥峰被掳走的当天 就紧随着结伴而来 兰修随后追上了他们 准备过来想方法 营救奥峰 他们朝着星辰高坡 连夜赶路 直到今天晚上才赶到 却没有想到 来迟一步 奥峰已经突出重围了 兰修阁下 奥峰已经不在这里了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雷玉峰询问兰修道 这支队伍里 兰修实力最强 是暂时的领袖 得知奥峰平安以后 几人都放下了 悬着的一颗心 奥峰现在行踪不明 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二十地火尔斯 对于九剑巅峰的 幻宗高手 已没什么作用 可即使是八剑幻宗 也会觊觎这笔财富 大陆上流浪前修的 强者很多 这一折腾 只怕要悉数亮相了 小峰机灵得很 不会随意走路行踪的 估计他没有离开太远 可我们一时半会儿 也没办法找到他 秦奥天皱着英挺的眉 接下去说道 出来之前 爷爷和我说了一些事情 让我顺路去参加 十年一度的 四大家族排位大会 光芒幻殿 如今声势暴涨 肯定会打压我们 四大幻师家族 只有联合起来 才能保住 如今的地位 四族的高手 都会前往 小峰听到风声 一定会去和我们会合 离明年一月 还有许久 时间上 来得及 不错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不管再怎么排斥 现在的四大家族 跟奥峰也是同一个阵营的 奥峰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该怎么做 雷玉峰眉头舒展开 也点头说道 兰修眉峰微扬 轻叹一声 也道 好吧 虽说我和兰家之间 有些麻烦 但总不能看着兰家 大难临头 还无动于衷 林冰这个人 野心太大 有了实力以后 他一定会想风设法 铲除异计 黑暗幻殿威胁不了他 而我们四族 若是联合 必成大幻 这个时候 也管不了什么 个人恩怨了 达成一帜之后 几人便迅速地 踏上了西行之旅 四族大会的地点 在四大幻师家族的 主城洛兴城中 每十年进行一次 排位比试 四族之手 便留在洛兴城 现在 那儿是兰家的天下 而兰家 已霸占了 主城数百年 这个时候 星辰高坡外的 一处山洞里 奥峰和云青红 两个商号 勉强打跑了 在其中盘踞的魔兽 终于安顿了下来 一路上 云青红不停地狂奔 完全不敢回头去看 担心追兵到来 直到离圣城很远了 这才降落 青红 你怎么样了 你流了好多血 奥峰心惊肉跳地 看着男子背部的伤痕 那一道道伤口 一直延伸到手臂上 很多皮肉 战裂开来 深刻见过 鲜血 染红了他的衣襟 他连呼吸 都显得有些艰难 我没事 只是 只是有点累 云青红半撑着身子 瞇着眼睛 不愿合上 无比沉重的眼皮 握紧奥峰的手说道 奥峰看着他 吐字吃力的样子 鼻尖微微一酸 胸口一阵胀痛 轻声说道 累了 就休息吧 别说话了 我给你处理伤口 还好空间戒指里 备有效果极好的 疗伤药物 很快就能止住血 奥峰 利落地给他包扎起来 他的伤势很重 此时 那原本就有些苍白的脸 更加毫无血色 不过 却一点也没有个 伤号的样子 唇角 始终挂着笑意 这个时候 奥峰就有些后悔起 自己为什么不去弄一只 治愈系幻兽来 若是有苏雅妈妈那种 治愈系的幻兽 不说能立即治愈 起码会让青红 说服许多吧 云青红的皮肉之伤 很沉重 内服也受到了震荡 不过 总算没有性命之余 幻宗级别的高手 只要没当场死亡 恢复力是很强大的 这倒是让奥峰 稍稍放心了一些 奥峰派出亚瑟斯等幻兽 守住在外面 他此时污吏枯竭 但由于他的幻兽 并不是在幻兽空间之内 所以依旧能够叫出来 只是无法凯化 和使用幻兽技能 片刻之后 云青红便能轻声 开口说话了 窄小的山洞里 两个人靠在一起 前方升起了一堆火 环境很安逸 真好 我们都没死 我果然赌对了 他仍然握着他的手 轻轻地笑着 我真高兴 我没有错过你 也没有错过我自己 你现在这副 半死不活的样子 还高兴啊 知道他死不了 奥峰的怒气就上来了 瞪着眼睛说道 说好不能一个人面对的 可到最后 你还不是一个人 挡下所有的攻击 我被打两下会死吗 不管会不会 反正就是不可以 云青红扭过头来 深深地看着他 我心疼 你 奥峰心中 不可遏制的一颤 嘴角抽搐一下 原本想要说的话 卡在喉咙里 说不出来 闷声气道 这是什么烂理由 本集播讲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